台北是日综合店不少人吃饭的习惯 会配上泡菜、酱瓜、咸鱼等腌渍食物 不过,台大医生就提醒 从小就爱吃腌渍食物的人 成年后罹患鼻咽癌几率大增7倍 根据台湾卫福部癌症登记报告显示 每年约有1600人罹患鼻咽癌 在2016年的台湾人癌症发生率中 鼻咽癌排名男性第13位、女性第18位 台湾头颈部肿瘤医学会理事长 台大医院副院长继台大医学院 耳鼻侯科教授罗培仁指出 鼻咽癌是华人社会好发的癌症之一 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基因遗传 鼻咽癌具有家族遗传的特性 一等轻之内罹患鼻咽癌的机会 告出一般人2到19杯以上 根据临床观察发现 有鼻咽癌家族使者 家族中罹患鼻咽癌的人 可能高达5到7人 二、EB病毒感染 EB病毒普遍存在华人社会 根据文献显示 高达95%以上的华人 曾感染过EB病毒 也就是几乎不可能避免 不过并非所有感染EB病毒者 都会罹患鼻咽癌 还得取决于基因遗传 以及年幼时是否常吃胭子事物 三、从小爱吃胭子事物 根据研究显示 每周有两餐吃胭子事物 得到鼻咽癌机会是一般人5倍 如果每周有午餐吃胭子事物 得到鼻咽癌机会是一般人7倍 尤其年纪越小 吃胭子事物 罹患鼻咽癌的几率越高 因为胭子事物含有大量 内亚硝酸盐 就是一级致癌物 胭子事物可以吃吗 楼培人说明 其实成年人不必过度担心 吃胭子事物影响鼻咽癌风险小 由于传统社会生活条件较差 婴儿的副食品尝试有什么吃什么 若是有鼻咽癌家族时 又感染了EB病毒 就容易大增罹患鼻咽癌的风险 楼培人强调 不建议有年时期吃胭子事物 尤其是钢断奶 也就是幼童的副食品 千万不建议搭配咸鱼 酱菜 菜脯 泡菜 榨菜 腌萝卜等胭子事物 避免增加罹患鼻咽癌机率 文 台湾TVBS